天父啊 你的说话秘密甘甜 滋润人心 在这里邀请大家一起立志 用一年的时间 用圣经的新药灵修读经 让生命往下扎根 向上结果 就等我们一起实践新药的教导 令人生活得更有智慧 更新而变化 Zither Harp 彼得后书第二章的主题 是虚假的世代 末世是一个假货充斥的年代 什么都是假 连信徒先知都有假 是为了迷惑信徒 彼得很清楚地揭发假先知的真相 毫不隐瞒 为的是要帮助真信徒 坚守信仰 让我们先安静自己 一同来祈祷 在这个弯曲活茂 真假难分的世代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勤读圣经 透过真理的亮光 去分辨真意 辞定永生 祈祈祷奉主命求 他们 第二章 许多人会随从他们淫荡的行为 以致真理之道 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 他们因贪婪 要用涅造的言语 在你们身上取得利益 他们的懲罚 自古以来并不辞言 他们的灭亡 也必迅速来到 既然上帝没有 欢容犯了罪的天使 反而把他们雕在地狱里 酬金在幽暗中等候审判 既然上帝也没有 欢容上古的世界 曾叫洪水 临到那不敬前的世界 只保护了 报公义信息的 罗亚一家八口 既然上帝判决了 所多玛和俄摩拉 将以成庆福 焚焦成灰 作为后世不敬前人的尴尬 只答够了 那常为恶人的淫荡忧伤的义人 罗得 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当中 他正义的心 因天天看见 或听见他们不发的事 而相同 那么 主知道搭救敬前的人 脱离试炼 把不宜的人 留在懲罚之下 等候审判的日子 尤其那些随从欲体 放纵污慰的情欲 藐视主的权威的人 更是如此 他们胆大任性 无据地毁谤众尊荣者 就是天使 虽然力量权能更大 在对他们宣告 从主来的审判的时候 还不用毁谤的话 但这些人 好在没有理性的生畜 生来就是要被捉拿宰杀的 他们毁谤自己所不知道的事 正在败坏人的时候 自己也遭遇败坏 为所行的不义 受不义的功词 他们喜爱白咒狂欢 他们已被颠污 又有瑕疵 正与你们一同欢宴 以自己的诡诈为乐 他们满眼是淫色 是止不住的罪 忍有心不坚定的人 心中习惯了贪婪 正是被阻咒的种类 他们离弃了正路 走入歧途 随从彼义的儿子 巴兰的路 巴兰就是那 贪爱不义的功诚的人 他却为自己的过犯 受了责备 而那不能说话的路 以人的声音 阻止了先知的狂妄 这些人 是无水的全员 是狂风吹逼的武器 有漆黑的幼暗 为他们传流 他们说虚妄夸大的话 用肉体的情欲 和任当的事 引有那些 刚脱离错谋生活的人 他们应许人自由 自己 却作了腐败的奴隶 因为人被谁制服 就是谁的奴隶 倘若他们因认识 我们的主 和救主耶稣基督 而得以脱离世上的污蔑 后来又被污蔑前住 被制服 他们没后的境况 就比先前更不好了 他们知道异路 竟背弃了 传授给他们那神圣的戒命 倒不如 不知度为妙 俗语说得好 这话正印正在他们身上了 狗转过来 吃自己所土的 又说 猪洗剩了 又回到烂泥里打滚 比特后书第二章 是一篇较为有趣的圣经 里面有很长的篇幅 是比特对这些假先知 假师傅的指责和定罪 少有一些较为积极 正面安慰的说话 比特说 这些假先知 假师傅的出现 你们不要以为稀奇 因为他们早已存在 现今也充斥着整个社会 将来他们都不会消失 因为他们要迷惑人心 那为什么这么多年里面 我们又不能够分辨到 假先知假师傅的言论呢 其实是因为我们的贪恋 这些假先知假师傅 他们允许给人有自由 而我们就运用这种自由 去争取我们自己个人的利益 以致我们背起了我们所持守的信仰 比特说 唯有敬虔 可以叫我们脱离这个网络 因为敬虔的对象是我们的上帝 而主知道如何搭救这些敬虔的人 脱离这个网络 唯有敬虔 可以让我们平安道入 所以弟姐妹 你预备好亲近你的煮味 比特在后书里面 第二章那里用了很长的篇幅 去讲清楚假先知言论的错谋 不要忘记给了后书 是给了最后的一封书信 可以这样说是他临终的遗言 他语重心长的去蝎式 假先知言论的错谋 让我们可以分辨清楚明白 为什么 因为我们很难分辨 魔鬼很聪明 他让很多假的事物来迷惑我们 如果整个都是八指一章 里面有一点的黑点 我们会很容易分辨 哪些是黑色 但是如果整张都是黑色的纸 你又怎么知道有白色的存在 所以这两点对我们来说 问题都不是很大 但是魔鬼的诡计 最聪明的地方 就是他将很多很多的假 包围着一些的真 他不会抹杀真的存在 但是他却用很多假来包围着这些真 令到我们无法分辨 而最痛苦的就是 很多时候真的到尾 会变成了假的事物 以致我们混淆了 分辨不到什么叫做真 和什么叫做假 所以鼎姐妹 在《彼得后书》第二章里面 作者祈求上帝 保守我们的心 以致我们见他面的时候 显得无下无痴 我们仍然是那句 怎样我们有能力可以分辨真意 仍然是唯有勤读圣经 敬虔道日 因为唯有如此 我们才能分辨到真和假 鼎姐妹 你有多勤读圣经 你有多明白上帝的心意 你有多大的能力 可以分辨现今世代 假先知言论的真意 今集背众的金句是 那么 主知到达救敬虔的人脱离试炼 把不易的人留在惩罚之下 等候审判的日子 比得后书二章九折